Related, 突出方向 代表 ngoOSCGE Hi大家好我是鱼云耕 我是一位Extera的越野三項職業选手 近年來登山車越來越熱門 它和公路車的騎乘有很大的差異 其中在技術路段 過去我們可能只能用主觀的體感 或者是計時的方式來檢視自己有沒有進步 但現在你可以藉由Garmin的登山車動態數據 裡面的Flow、Jump、Grid三個功能 去檢視自己在越野騎乘當中具體的客觀數據 瞭解自己在越野騎乘當中有沒有進步 騎乘越野你可能很常聽到Flow這個名詞 它指的是你騎乘流不流暢 或是路線的風格行雲流水 這聽起來好像很主觀 但現在藉由Garmin陀螺依顯示出來的Flow指數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騎乘流暢度 分數越低代表流暢度越好 反之則代表你的騎乘可能有些變異 藉由後台Garmin Connect的地圖圖資 你可以發現路線上有三種不同顏色 綠色、黃色和紅色 綠色代表騎乘非常的流暢 黃色和紅色可能就有需要加強的部分 這也和大家分享兩個改善Flow指數的小技巧 第一個在飛跳上 飛跳雖然非常的有趣 但在飛跳過程當中 若飛得過高 落地時的避震器緩衝 可能會吸收掉你非常多的前進動能 所以盡可能的貼地 讓你的Flow指數可以有效的改善 第二個小技巧在過彎的時候 和公路車邏輯一樣 我們盡量從外側往內切 減少在彎中的煞車 這樣除了可以避免打滑之外 整個速度的延伸也都會變得更好 回到軌跡圖上 路徑上都會有灰色的小點 這個可能是整個登山車騎乘最有樂趣的地方 Jump 在Jump的過程當中 每一次的飛跳它都會記錄起你的起跳速度 騰空的時間和飛行的距離 這三個數字 Garmin還會再整合出飛跳的分數 如果你想提升你在飛跳時的分數 除了仰賴波面之外 在起跳時壓縮你的避震器 騰空的時候盡量伸展身體 落地時也不要忘記利用全身的關節 吸收落地的衝擊 這樣可以幫助你提升整個飛跳的分數 最後當你騎乘完之後 會得到Grit分數 Grit分數指的是登山車路線的難度 Garmin的難度積分 和我們可能常見的登山車技術 藍線、紅線、黑線 可能有一點點的差異 主要是以體能上的負荷作為考量 以阿根常練習的路線來講 老外0到單圈4公里 Grit積分是16 屬於簡單的路線 另外一條同樣也是4公里的超級巴 B線下、C線上 Grit積分就來到了24 可以判別出它在體能上的負荷是有所不同的 有了Grit分數具體的呈現之後 我們在約騎前就更容易和夥伴之間進行溝通 例如說我今天如果要騎一條Grit分數超過80分的路線 在補給阿水分的選擇上面 就要特別注意 甚至可以選用水袋背包 當作這次約騎的裝備 藉由Garmin登山車動態數據 Flow和Jump 可以讓你的騎乘技術表現再次提升 Grit可以讓你了解到你在騎乘的路線上面難度的挑戰 那就跨上你的單車來一場越野挑戰吧 Grit分數據 Ghotel